今集又來到日出康城帶大家看新樓盤的風水 只聽它的名字其實也有少許歐陸感覺 它就是海鷹莊園 究竟風水又行不行?我們又去看看 今集要看的海鷹莊園是在將軍澳石閣路一號 它是由兩座住宅大廈組成 總共提供1556伙 這個樓盤主打的是小型單位為主 戶型由開放式至三房都有 根據網上地產指導所說 單位面積由183呎至866呎不等 但是開放式和一房的單位 總共佔了整個樓盤單位總數差不多有九成 以面積來計算是全國將軍澳區私人新樓盤中最小 至於它的預計關鍵日期就是在2022年的8月尾 我們雲觀分析一下它的地理位置 它是介乎在幾個大型樓盤的中間位置 這些大型樓盤包括了日出康城的首都 領都、領海和進行一二旗 而海鷹莊園也是介乎於環保大道和石閣路中間的近似半圓地段上 這條環保大道雖然不算是急水 亦即是所說的快速公路 但仍然算是一條車流多動漲大的馬路 由車流和氣流產生出來的動漲 在風水學上來說屬於陽氣的一面 因為陽就是主動 而至於陽氣的對面就是陰 陰亦主動 以海鷹莊園作立極點計算的話 它所在的地段位置比較近山 由正北、東北、正東至東南一面 都是立著上陽山到釣魚翁一帶的山氣為主 而且山勢也比較高 自然就做了一個擋風的屏障 所以這一邊也是屬於靖的一面 整個地段很清晰地分為陽鷹兩面 就像這個太極圖一樣 至於陽鷹兩面所立的景物 又會對海鷹莊園的單位有什麼影響呢? 那就要在座向線道上配合來分析 我先分析一下第一座的單位潮向 以第一座正方形的設計來說 流層單位自然就會產生出四個主要潮向出來 我拿了發展商網上提供的平面圖則 再加上我實地用羅間量度 得出了接下來的資料和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三樓 五至十二 十五至二十三 二十五至三十三 和三十五至三十六樓的單位分佈圖 以線道來計的話 總共分為向東北向西南 向東南和向西北四個主要朝向 這四個朝向以向東北和向西南的線道較為理想 大家同樣都是納住在旺財旺丁的線道上 尤其是向西南一邊的單位 正如剛才所說 這邊就是向著環保大道羊的一邊 在理氣和聯頭的景物上來說 都算是配合 旺位見到水見到動漲 對於坐旺集穩都有幫助 而這條環保大道正正就起了這個功效 不過要提提大家要記住 同樣也要考慮噪音的問題 至於向西北和向東南 這兩邊的單位的朝向 在線道上來說就不算太好 而且和外國聯頭景物都有出現錯配的情況 如果再看遠一點 在接下來的2024年踏入下源九雲地雲的時候 單位氣運的延續性相對也會較弱 所以我認為向這邊的單位都只是一般 至於第二座 它是以一個V字形作為設計的藍本 單位自然就產生出四個主要朝向 同樣也是 我拿了其中一些流程的單位分佈圖 和大家分析一下 至於它是什麽流程和什麽單位 大家可以在這兩幅圖裏面就看到了 剛才說的四個主要朝向 大致上和第一座差不多 都是分為向東北向西南 向西北和向東南為主 以線道來說 向西北和向東南 這兩邊的單位的朝向 在線道上來說都不算太好 而且和外國聯頭景物都有出現錯配的情況 所以我認為只是一般 至於向東北和向西南的線道 都是相對較為理想 大家同樣都是立著在旺財旺丁的線道上面 如果再將這兩個線道比較的話 我會更加傾向向西南一邊的單位較為理想 原則上 因為它在里氣和聯頭上都算是配合 而且向這邊都是屬於羊的一邊 旺位同樣見到假水見到動漲 對於集運的提升都是有幫助 總括來說 兩座的海恩莊園在線道上來說 未算可以做到全部單位的朝向 都立在當往的線道上面 但仍然有相當的單位 都立在一個比較好的線道上 而外國聯頭方面 陽與陰、洞與靜、山與水都比較分明 未算帶有很多煞氣 所以中觀全局來說 我會給它一個中等的分數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風水命理 面相掌相和易經的節目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按這個小鈴鐺